上门龙序 第2937章 要炸了 有古斯塔沃的面子在 卢卡斯很快也收拾好自己的私人物品 在放风快要结束的时候 搬到了夜晨所在的牢房 当古斯塔沃来到夜晨牢房的时候 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便是 卧曹 夜先生 你们牢房怎么这么干净 一种欲有不由的面面相去 回想起今日打扫卫生的痛苦 一个个还都历历在目 夜晨此时微微一笑 开口道 在这间牢房里 卫生就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我不管他们 在外面 是因为烧杀抢掠进来的 还是因为性侵诈骗进来的 在这间牢房里 谁要是敢有任何一丁点的不卫生行为 我都会让他付出血的代价 说着 夜晨看向古斯塔沃 严肃道 你也一样 古斯塔沃不敢有任何忤逆 慌忙保证道 叶先生尽管放心 我一定严格执行您的一切指示 对古斯塔沃来说 眼下想活命就得靠叶晨 这种情况下 他可不敢在叶晨面前 有半分装逼 眼见叶晨的牢房除了干净之外 其他的都很简陋 他便立刻殷勤地对叶晨说道 叶先生 我今天晚上在布鲁斯 维恩斯坦身上至少花了二十万美金 是 这家伙欠我一个人情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向他提 他肯定不敢多说半个字 叶晨好奇地问道 你今晚那两个世界小姐 要二十万美金吗 古斯塔沃肉疼地说道 两个人都是专门坐飞机过来的 每一个一晚上都要几万美金 房间又得几万美金 再加上头等舱机票之类的 二十万美金都是保守估计 说着 古斯塔沃骂骂骂咧咧地说道 布鲁斯 维恩斯坦 其实就是一个小角色 只是咱们刚好进了他的管辖范围内 以他的段位 根本就不配享受这么高端的服务 今天晚上 他算是撞了大运了 叶晨笑着说道 我看未必 虽然美女是很贵 但是 他很有可能无福销售了 是吗 古斯塔沃好奇地问道 叶先生 您为什么这么说 叶晨看着古斯塔沃 笑道 用不了多久 布鲁斯 维恩斯坦会 遭遇他这辈子最黑暗的一个晚上 他一定会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纽约各处碰壁 最后万般无奈来求我帮忙 古斯塔沃不解地问道 他去玩两个女人 还有什么事情 是需要您帮忙的呢 叶晨故作神秘地笑道 等等你就知道了 说吧 叶晨来到自己的床上躺了下来 顺手掏出手机 将手机开机 在微信上将自己的大概情况 告诉了陈兆中 随后便开始耐心地等待起点狱长 布鲁斯 维恩斯坦的召唤 而此时 布鲁斯 维恩斯坦 刚刚抵达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安曼酒店 这里是曼哈顿的中心 也是全纽约价格最高的酒店 而古斯塔沃今晚在这里预留的还是整个酒店最贵的总统套房 一个晚上的房费就要几万美金 原本 古斯塔沃是打算今晚在这里好好放纵一番 可没想到 这一切都便宜了布鲁斯 维恩斯坦 当布鲁斯 维恩斯坦抵达酒店之后 古斯塔沃的手下就已经提前得到消息 在这里等候了 见他来了之后 便恭敬地将他送到了顶层的总统套房 而那两位不远万里 从拉丁美洲飞过来的世界小姐 也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 两人都穿着非常露骨的cosplay装扮 一个扮演对主人言听计从的女仆 而另一个则扮演唯唯诺诺 任人摆布的女犯人 当布鲁斯 维恩斯坦进门的那一刻 两人便立刻围了上来 那女仆用苏妹入骨的声音说道 尊敬的主人您回来了 而那女犯人 则声音略带紧张地说道 点 点狱长大人 您 您回来了 两人的这番表现 立刻就让布鲁斯 维恩斯坦 感觉到血脉喷张 她虽然也是见多识广的情场老手了 但还从未在如此高质量的肠子里体验过 此时 眼前的两位美女无与伦比 身处的总统套房也是奢华至极 再加上两位美女用心的着装 与诱人的魅态 让她立刻便有了强烈的冲动 这一冲动不要紧 她立刻能感觉自己身下 仿佛忽然被激活了一般 立刻斗志昂扬起来 两位美女此时也一左一右地靠上前来 一个人替布鲁斯 维恩斯坦脱去外套 而另一人则 帮她解开腰带 两人的动作充满挑逗 眼神更是带着十足电光 只把布鲁斯 维恩斯坦激动的浑身 仿佛过了电一般苏麻 她此刻再也安纳不住 三下五除二 便将自己的衣服脱了个一干二净 那雄风高涨的模样 让两个见多吃多的美女 也是嘖嘖称奇 布鲁斯 维恩斯坦 也被自己今天远超平时的状态惊住了 人说最熟悉一个人的 只有她自己 布鲁斯 维恩斯坦也不例外 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 主要就是 年纪稍微有点大了 那方面的能力大打折扣 就像是一台有些年头的老爷车 也不是不能发动 只是发动起来比较麻烦 老化的启动电机 带着已经松弛的皮带 要费点功夫 才能打着火 而且 也不是打着火之后 就能立刻踩油门加速 冷车启动的时候 还需要先停在原地 慢慢维持发动机的运转 等到水温慢慢上来 机油也润滑开了之后 才能够真正挂荡启动 可是 今天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今天她 感觉自己就像是从破旧的老爷车 一下子就升级成了最顶尖的新能源 之前还点火困难 而且还要原地热车 现在直接连点火的步骤都省略了 轻轻一脚 就能踹出一千匹的超强动力 零百加速 甚至连一秒钟都不用 布鲁斯 维恩斯坦也知道 这明显就不是自己该有的实力 就算自己十八岁的时候 也没有这种澎湃动力 不过 眼下有两个火辣性感的大美女郑 等着自己尽情驰骋 所以她也顾不得多想 搂着两个女人 便笑着问她们 美女们 最大的卧室在哪 快带我过去 两个女人一人牵着她的一只手 十分暧昧地 将她带到了这个总统套房的主卧 可就在布鲁斯 维恩斯坦刚把脚埋进房间的那一刻 她便忽然感觉 身下一阵剧痛 低头一看 自己最熟悉的亲密战友 此事已经变得完全认不出来了 一旁的女仆 也察觉到了异常 低头一看 吓得连连后退 嘴里不由地自言自语道 这 这还是人吗 另一个女犯人也吓傻了 一边后退 一边摆手说道 这 我怕我承受不了 要不我还是 把钱退给你们吧 布鲁斯 维恩斯坦 此时脸色已经变得一片铁青 倒不是因为生气 而是那里实在疼得要命 感觉随时随地都要爆炸一般 那种剧痛 是他这辈子也不曾体会过的 每一刻 每一秒 都刻骨铭心 这时 那女仆人不住提醒道 点狱长先生 您 您确定不需要干预一下吗 他看起来 好像快要组织坏死了 布鲁斯 维恩斯坦疼的冷汗 蜂拥而出 越来越强烈的剧痛 已经让他的双腿 变得越来越绵软无力 甚至开始剧烈抖动 他绝望地捂住身下 痛苦地哀嚎道 快 快帮我 我快疼死了 他 他要炸了 两个女人也是吓得不轻 心里素质较差的女犯人 紧张不已地对那女仆说道 卡米拉 我们快走吧 万一出什么事情 把警察吸引过来 我们就完蛋了 名叫卡米拉的女仆 也瞬间回过神来 慌不择路的 就要逃走 他们两个都是 有头有脸的世界小姐 对他们来说 虽然靠身体赚点歪快 并不稀奇 可是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曝光出去 否则自己的形象将大受影响 前途也将彻底被毁 所以 眼看布鲁斯 维恩斯坦的情况如此诡异 两人真怕闹出人命 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下意识 都想着赶紧离开这里 布鲁斯 维恩斯坦 此时已经疼得快要昏厥过去 他躺在地上一边打滚 一边拼尽全力 对两人吼道 你们两个婊子不要忘了 你们是古斯塔沃花钱请来的 古斯塔沃什么来头 你们肯定非常清楚 而我是古斯塔沃的贵客 如果我在这里出了问题 你们俩一个都活不了 布鲁斯 维恩斯坦的话 顿时把两个刚才还想要逃走的女人 吓得站在原地恐惧地连连尖叫 古斯塔沃的残暴 他们早就有所耳闻 一想到他们原本是来伺候古斯塔沃 临时又被交代要伺候古斯塔沃的朋友 两人心里便顿时惶恐无比 如果古斯塔沃的朋友 真在这里出了什么三长两短 而他们俩又弃之不顾直接跑路 那肯定是要被古斯塔沃的手下追杀的 两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名叫卡米拉的女仆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问布鲁斯 维恩斯坦 我该怎么帮你 布鲁斯 维恩斯坦 也不知道现在对方有什么办法帮自己 他只能下意识地喊道 快帮我找一些冰块 越多越好